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观察方的话是大陶关斧,对战方的话是一手方寸扇,来看这场比赛,开局双方护属宝宝,对战方这个方寸的一个锦衣有点锁,反过观察方的话是太帅了。 对战方继续出,观察方锥子打一手控制,虚妙直接踩过去,踩掉对战方的一个前盘,对战方开局的一个节奏把握的也并不是特别好啊,对战方贴观察方一手没有贴住,对战方确定不控制观察方这手, 观察方平安,miss,宝宝继续跟,对战方立批宠,清虚迷。 观察方人物继续出,这个时候观察方千万就是说不能让自己的宝宝和对面拉开差距啊,一旦这个方寸扇打这种顺风局的话,就会很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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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大方把自己拍醒 一手高连,扯飞对待方的一个宝宝,对待方继续催眠 双方打的也是很慢,怪大方继续给自己起野兽 来到第8回合,怪大方才给自己起野兽 对待方继续出,再次拉虚蜜,这种虚蜜秒过来,伤害感觉不是特别的高 怪大方的一个前方宝宝也是被秒绿了,打这个模式下,大唐能够看得到,感觉并不是特别多 怪大方一手巨剑,没有选择斩对面的一个虚蜜 对待方失心,控制怪大方人物,大唐其实不太害怕这种单风,你封印我法术,我可以平A出漫天 你封印我法术,我就横扫后发,你看,平A建设出漫天,对待方的一个虚蜜也是被怪大方给挂掉 对待方直接拉地厅 对待方占底给到地厅,看一看地厅的一个虚蜜 坏了,对面这个地厅是有战敌的,这样的话,怪大方有点难受呀 怪大方继续平A,再次打掉对待方的一手地厅 双方的一个局势的话,整体观战方要占优势一点啊 对待方再次催眠 光观战方这个孩子的话,就够对待方清很久了啊 对待方出,也是出孩子,这个孩子应该是龙姑孩子 对待方封印观战方的一个魔法,观战方来一手金山蛇猎 巨剑斩掉对待方的一个孩子,对待方难受呀 这个孩子还没有高鬼魂 这样的话,对待方应该是没有一个可以给观战方造成一个任何威胁的一个宝宝了哈 哦,这只风光虫还可以 又连扇 再来,直接一回合打三下哈 直接是把观战方人物给干倒在地 这样的话,观战方很难受哈,也是起不来 观战方继续出一手豹子 对待方丢铃铛 观战方平A剑射出漫天 观战方只要清掉对待方这只高连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这只单法的一个伤害也是有点高啊,应该是有高法波 主动也是非常大哈,四千啊,几百 对待方没有宝宝了哈 这个观战方现在稳扎稳打啊,出瞬机 好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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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我